天哪 这也真的太吓人了吧 自大一哥成名以来 各种找他借钱的人就不计其数 村子里更是有许多人借钱不还 令大一哥本人很是无奈 近日大一哥家中来了一名女粉丝 当着众人的面直接给大一哥下跪 张嘴就要15万 大一哥更是被吓得赶紧起身离开 全程更是紧张到结巴 真的令人很是无语啊 当初朱志文一夜爆红 而后直接掏腰包给村民兴路 却仍遭到村民不满 更是有众多人只嫌借钱不还 就连大一哥都不知道借出去多少了 真的令人很是心寒啊 有那人多吗 不少 有后来他不借给人钱的吗 别说吧 多少了 那钱借了您还了吗 没有 打算还吗 他一天还跑不了了 男人心里打个话